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知识而丰富嗓音在来胸口 光一个背影网的一处 就能吸引粉丝无数的刘老师 你是否还在为搬砖而心力交瘁 你是否还在因加班而受苦受累 你是否还在工作的深夜独自流泪 你是否还在老板的淫威下 活得非常疲惫 来 今天刘老师就要带大伙看一部 讲述史上最惨毒蛇领导 花式入土的电视剧 死也很好 不过它还有一个更刺激的名字 那就是我的老板每天死一次 女主翠花是一个勤勤恳恳搬砖 老老实实办事的普通公司职员 在翠花的单位 有一个嘴欠毒蛇招人烦的领导老白 成天事事的挺个人人 下属们虽然老被他刺 但是也都是敢怒不咋敢言的 11月7号周三 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 翠花先是个梦里把老白烤得八分熟了 紧接着上班被困电梯里了 大伙一起整的试吃会 还把人家孩子吃过敏了 怀孕的女同事还因此挨刺了 一个组的同事们都不咋开心 拴住就负责送老白回家 结果万万没想到 回去的道上老白一没憋住 就在翠花整理老白嘔吐物的时候 兔兔没想到的事又发生了 老白居然给道上让车给创死了 翠花非常绝望 不过生活往往就是这样 给你安排了一件非常绝望的事以后 就会安排一件更绝望的事 来缓冲之前的绝望 紧接着翠花就发现 自己被困在旗号这天过不去了 而老白那边也开始了啥 被车创死啊 掉马葫芦里摔死啊 被自己的呕吐物憋死啊 喝酒喝死啊 被花盆砸死啊 甚至没发生啥就嘎嘣猝死啊 等等花样去世表演 老白对于自己从一个普通吃瓜群众 一下就变成了花样去世表演艺术家的事 一无所知 但是可把翠花给抽坏了 毕竟在同一天翻来覆去的过不说呀 这里里外外掐指一算 翠花这一个礼拜的板 都要加量不加价的上出俩礼拜的量了 翠花愤怒了 这啥意思啊 跟我们俩个子兜地主疯狂加倍呢 所以翠花仔细分析了一下局势 发现如果想结束旗号这天 就得想办法阻止老白入土 这中间翠花解决了试试会过敏的问题 然而并没有任何卵用 试试会上又出了别的岔头 老白在试试会接近尾声的时候 放了个优盘里的视频 很显然东北话并没有普及到韩国 大伙都露出了蒙圈的表情 回去之后 老白猜了负责管理优盘的孕妇 那话说的都没法听啊 但其实事情的真相是 老白自己把优盘给拿错了 翠花听不下去了 你干啥呢 是不是有点塞灵死你倒 自己是他孙出心里面的X是吗 于是翠花就耗着老白这顿诀呀 反正也没有明天就渴呗 结果等翠花再一睁眼蒙圈了 喜好竟然就这么过去了 此时此刻翠花仿佛感觉 有人在他耳边唱 最后翠花没招呼了 只能给老白公开道歉了 不过老白还是小嘴儿欺儿欺儿的 于是翠花怼了他两句之后 老白气急撞住就被掉下来的棕给砸死了 翠花开始有点明白了 是不是老白一遭人恨就会死 完了老白一死 翠花就开始循环 那这个问题就有点棘手了 毕竟让老白不遭人恨的概率 几乎比靠转发抽奖发家支付还低呢 你看老白又因为招而烦让翠花给摁着掐死了吧 那有同学可能就说了 你躲开他换个单位不就完了吗 恩啊 他试了 结果去面试的时候又传来老白被电死的消息 这样看来的话呀 就是无论翠花隔哪儿 不把老白安排明白那都不好使了 不过就在翠花想招阻止老白被电死的过程中 又出了点岔头 无意间坑了公司的其他同事 翠花非常愧疚决定挽回一下子 老白不信他呀 说你可别扯那犊子了 还挽回 你是能让时间倒流还是咋的呀 我告诉你上一个敢这么叫号的 上半年就让人家一个响指变成PMR.5了 你值不值得 翠花一首 哎呀 赐予我的能力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于是老白就被雷劈死了 我记得上一次看到拥有这项技能的 还是龚怒冠军魏英洛 我现在呢也就刚看到这 说实话看这个片的时候啊 我仿佛是有一种看喜剧版死神来了的感觉 而且这个死神还是一对一服 让男主不宠样花石入土那种 女主在这部剧里边的主要功能 就是让男主别那么遭人恨 解开死循环 有点领导养常的意思 其实男主呢 除了嘴欠 情商低 比较讨人闲之外呢 并不是一个非常差劲的领导 甚至看多了还讲着他有点可爱 而且他大多数时间 其实都是死于话多 另外在这呢 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发现自己跟女主一样 有这种让时光倒流的方法 那你打算干点啥呢 行吧 这期就说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祝大家搬砖愉快 咱们下期见 好 扫描二维码 添加微信号 更多精彩内容 你能早知道 好片解读 烂片壁垒 院线打分 娱乐八卦 你拿起手机轻轻的一扫 就是我持续更新 保持高产的最强动力